自當全高遠 風雲高 今天中國判處一名 表面是愛國僑領的美國華人 梁誠運 《終身監禁》的新聞 在全球的華人街 甚至西方的傳媒引起很大的效應 梁誠運正如我們上兩集分析過 我認為中國現在以一種這麼決斷的 和這麼簡潔的語言宣佈 他做間諜 雖然沒有說做哪個國家 這些細節是要小心去注意的 我認為是沒有冤枉的 這樣樂德鑊在情報間諜層面的世界 這些專業人士一看就知道絕對不是砌生豬肉的 這個巧妙之處就沒有說是為哪個國家做間諜 但是梁誠運 就是美國公民持有美國護照 所以他2021年如果被拘捕之後 他的家屬 和周圍的朋友 理應向美國聯邦調查局 或者就他的兵犯報警 如果他是一個無辜 被無憑為間諜的美國公民 未必跟美國做間諜 可以跟英國 或者歐洲其他國家 美國是英語 是營救 但是這件事 是蓋了兩年 沒有人知職 到最近 中國高調算無 而美國方面 國務院的外交發言人 亦都說得很忠誠 他說如果有美國公民 在外國被拘留 美國是會想辦法認救 指梁誠運到底有沒有罪 就會透過既有的程序 去調查 這些是擺明 跟你保持距離 所以種種跡象顯示 以梁誠運現在公佈的資歷等等 我想他不是說第一天 就是所謂的美國 或者西方國家間諜 一定是跟中國服務 在德州侯斯頓為基地 跟中國招募一些 外國的華人 或者什麼東西 從事一些政治活動 例如推進和平統等等 但是後來 因為他是美國公民身份 是被美國方面 拆反 然後就放回他大陸 或者透過他 去向中方釋放一些 不太準確的程度 網上有 這些就叫做雙面諜 網上道聽途說 未經證實的消息來源 有些更誇張 說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已經被 CIA就招攬了 這些是大陸的微博 那些人道聽途說 這些是沒有足夠的證據 因為中方 不是太多的細節 是這樣的 大陸的缺乏 這個叫做資訊 言論和新聞自由 一定有天花籠鳳的 種種的猜測 但是從帳面上來看 相信 這些兩面人 是中方長期指責 在香港 澳門 和海外 這些所謂愛國華僑 大量充施 因為正如我不久之前都說過 很多人滿嘴是愛國 說到越紅 或者越南 你都知道 你看看他們實質的子女在哪裡 會不會回大灣區居住 說到大陸那麼好 台灣應該要統一等等 你看他對腳 和子女 和私人財產 在哪裡 還有他收過一些 哪些國家 或者 哪些政府 哪些公司的錢 就知道 深厚 是不一 一些普通人 都看得到的 你猜中國 是傻的嗎 他們當然是知道 知道你們有很多人 是養不熟 但是階段性 權宜之計 是有利用的價值 一旦他們的價值 是宣告結束 和中國 跟 某一個外國 那個外交角力 在尖銳化之下 權行輕重 就會拿一件東西出來 剁給你看 這些所謂的間諜 或者代理人 其實 是一些 雞籠裏面的 雞鴨 到時候 過年過節 隨便拿一隻出來 一隻叫做殺雞 是警候 所以 在華人社會 覺得自己很有才華 很有抱負 的人 往往是不自覺 變成了中國 和外國的 鬥爭的一隻棋 又到最後 下了鑊 壞了都不知道 所以 這些人 往往是有他們天真的一面 但是也有弱點 就是貪錢 貪虛榮 覺得自己 壞財不育 等等 這些古往今來 都不知道 衰多少 梁承雲 你看他的樣子 就不像是一些 非常之奸詐 以及攻心計的人 不像 人不可以貌相 我剛才說 但是 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 就是為了錢 很簡單 到最後 你以為美國也是傻的嗎 看見你這樣 撒斗成兵 在各個城市 蔡英文來訪問 或者 香港人 台灣人 他們舉行遊行示威的時候被人受到滋擾 那些是拿了些飯盒來 拿了些錢 後面當然有雞頭 所以加上你是美國公民 你手上有個美國護照 用美國法 不如無兩無 審兩審 這些所謂的僑領 也跟著會腳軟 放你回去 做美國想 或者外國想要你做的事 當然 你所熱愛的偉大的祖國 中國是名察秋毫 高尖遠足 你做的什麼 是騙不到的 於是 就有這樣的下場 這些雙面間諜 隨著中國近年 在世界上的事務影響力巨大 也不止梁成敏 不過近年 香港的傳媒 自我萎縮 和自我審查 是沒有報導 是吧 梁成運這種 我相信 除了 錢之外 亦都是一種 的權力 或者是他們的虛榮 因為你做這些僑領 主席 穿梭中國 香港 和美國 適人無數 或者在一個殖姦裏面 很多人 給上座 然後歡呼拍掌 這些在他幾十年以來 他在享受這種 兩面逢源的 位置 亦都從中賺了不少錢 賺錢就一定賺的 問題是 很多人 除了賺錢之外 他還會享受這種 虛榮 這種虛榮 其實很多人 跌了下去這些陷阱 都不知道 很多時候就是給你有關方面 看準了你個人的性格 就知道你 喜歡 威或者喜歡 高調 這些高調的人 很多時候 都會被 納入了這些 碟網裏面 例如 給你高帽 或者覺得你 很適合 幫助 國家做些事 諸如此類 亦都是因為這樣 提供一些好處給他 這種就是 我們稱為 除了 有名字之外 還要有水落袋 這些人最近這10年 有幾宗 涉及中國的雙面間諜 有一個特徵就是 他們很多 學者 譬如 德國在2021年 香港的傳媒部報道 我們不說 這位德國的政治學學學者 叫克羅斯 Klaus L 被德國 拘捕 宣稱 他是為中國 從事間諜 克羅斯 本身是一個 智庫的教授 是吧 他專門 跟 德國政府 暫時 一些 關於 外交 以及政治 國際 方面 交往方面 這些報告 他在千禧年 之後 他自己成立了一個智庫 結果 在2010年 他去上海 同製大學 獲邀 給予一個演講 這些是不是熟口熟臉 學者 剛才我所說的 教授 有威望 然後重金禮聘 萬人景仰 你需要觀眾 你需要讀者 還有需要 崇拜你的學生 我給你 據德國方面 新聞 就說 那時候就接受中國的招募 叫他回來 運用他在智庫裏面 和學界的影響力 接觸到德國的政治 商界 軍事 和高科技 和文化的高層 提供中國想要的情報 這個克羅斯 兩夫妻 長大10年 都利用他的智庫的身份 和在 德國的高層 活動 尤其他這個智庫 是在前德國總理 默克萊夫人 這個叫做 基督教社會黨 執政黨名下 贊助的智庫 就是 看中這個 特別的關係 所以 不排除 這個叫做 麘克萊夫人 政府裏面 很多的決策 是對方 一早已經了如指掌 例如 你對中國的整個外交關係 到底是 經貿那裏主打 你聽不聽美國佬之敵 如果叫你北約那裏 是領導一個 和中國的某種 軍事對抗或者什麼 你德國制不制 這就智庫 在幕後 運作會有很多不同 珍貴的資料 所以 做間諜 不等於說 鬼鬼祟祟 就像占士邦那樣 拿著那些 那些影相機 進去那些軍事基地 太空站 或者這些軍事海港 不一定 結果 後來 他就被德國拘捕 但他拘捕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我一早已經 向德國政府上報 我和中國 這個叫 情報部門 這個關係 因為 我回到去給他 招募了 但我為了要保持 這條渠道 以及 告訴德國 我上報 他聲稱 德國的情報部門 知道他上報之後 不予追究 就叫他繼續 跟中國交往 同時提供一些 幕後德國有關方面 想他遞給中國 知的消息 這些就是 很典型的雙面間諜 也就是孫子兵法裏面 五間之中的反間 還有 如果歷史上這種 甚至可以變成三重間諜 因為你剛才說的那種 吃了兩家茶禮之後 第二家以為他幫他做事 但是其實他一樣可以再賣多次 告訴那邊 中國 我其實上報了給德國的軍情署 於是 其實我現在給你的資料都是假的 不過我依然對你 是忠心 只要你給我 就行了 這種就是三重間諜 也有的 陶先生 所以在這個 充滿神秘色彩的 專業的世界裏面 一個精明的國家 是絕對不會相信 一個突然間 學父誤居 突然間有一個態度轉變 或者聲稱走來 為了效法的一個這樣的人 是吧 特別是轉變立場 是吧 這個在 美國和蘇聯冷戰時期 一旦有蘇聯的間諜聲稱 是 向這個美國投誠 說我有很多資料 告訴你 這個美國中情局 去debrief這些人的時候 首先是不會 全部相信他 他會懷疑 是不是 蘇聯放他進來 假扮投誠的人 是把一些 錯的情報交給自己 有套電影 可能剛才你看過 應該是 Benedict Cumberbatch 有份做的 2021年 就叫做 軍情諜報 裡面 如果英文翻譯就叫做 信氏 就是講這個60年代 古巴飛彈危機之前 有一個蘇聯的情報 軍官叫做 潘科夫斯基 就是因為他對蘇聯的體制失望 於是就向英國那邊 輸送一些 的資料 當時 電影的故事是真人真事改編的 就是英國就派了一個商人 又有 Benedict Cumberbatch 做的 代表英國那邊 用商務 團的名義 去蘇聯 跟潘科夫斯基的情報軍官見面 就是剛才你說的 你要證明給我 其實你是真正 投誠的 於是 他就提供了一些 有關古巴飛彈部署的資料 當時 拿回去英國 和美國的情報部門 一起一對 發現這些資料 是真的 於是 才相信 這個潘科夫斯基 有意 投誠 才通過故事 真人真事 當然是 跟他接觸 把很多 有關於 蘇聯 在 古巴部署的飛彈資料 輸送到 美國 克羅斯 他自己 後來向德國政府公認 是中方 向他交代其中的任務 就是 攝取 這些維吾爾 流亡分子 在德國 召開大會 以及 活動方面的消息 他就向自己的國家 政府說 當我受到這樣的要求 這樣的任務時 我就予以拒絕 即是他沒有做到的 因為在德國 有很多維吾爾 流亡人士 當然現在就不只是維吾爾 另外的地方 另外的城市 也有 所以這件事 是非常複雜的 有時候 你做這些工作 你不要以為 是叛途可以退出 最適合了 失敗 在對方 yn